第3隻眼睛 第3隻眼睛帶來看世界 中國新冠病毒變異株升級 最近有出現新的毒王 有民眾披露 身邊有很多青藏年染疫後 突然死亡 中共隱瞞真相 但有知情人士披露 身邊有人感染病毒死亡 其中包括警察 8月4日 中國民間中醫醫藥研究開發協會 會員博主發文說 新冠病毒變異升級 中國目前出現兩個新毒王 一個是JN1的變異株XDV 一個是KP3 特別是兒童 很容易感染 8月8日 中共疾控中心通報說 目前中國出現的新冠病毒變異株 主要流行株是JN1和XDV系列 JN1的亞分之中 包括KP2和KP3病毒株 最近中國有不少網民說自己有陽了 有些是全家人都重招 陝西寶雞的李先生 告訴大紀元記者 當地前一段時間 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比較多 已有兩天死亡 其中一個是警察 死於白費 但沒說是白費 河南南陽市楊先生說 我們這邊也有年輕人突然死亡 二十多歲的 三十多歲的 也有不少 她這個突然死亡比較快 心境的比較多一些 內蒙古赤峰市民魏女士說 年齡大小都有死 有疫情 現在官方也不說了 全部瞞著 據陽城晚報報導 6月新冠病毒感染發病 8,246宗 7月 飆升至18,384宗 增加了萬多宗病例 當地不止感染病例增加 同時XDV系列變異株佔比上升 對此官方聲稱說不用緊張 這是新冠感染的正常開始 但現實情況是 今年5月尾就開始傳出 廣東陸續有人因此沒命 據網友在X平台上爆料說 來自北大校友群消息 華山醫院已經騰出5號樓 專門收治新冠病日 其他醫院估計也已經全面準備 張文王認為 上海將會在3、4週內 達到社會感染高峰 其中包括自己 院長 每個人都會感染 只是希望不要在高峰期同時感染 醫院感染比社會遲一些 以保證有足夠的醫療支援 應對社會高峰 建議退休老人 最近千萬不要去跳廣場舞 打麻將 狂階 死死混在家裡一個月 子女去看老人 也要戴N95口罩 比高危的老年人群 盡可能安全度過高峰期 即使感染 也有較好的醫療條件 目前這一波疫情 似乎是世界性的 根據WHO 世界衛生組織的通報 現在有84個國家的新冠病毒檢測資料 的陽性率一直在上升 總體檢測的陽性率 現在已經升到10%以上 在歐洲陽性率上升到20%以上 包括巴黎的奧運會上 有一些運動員 COVID也檢測陽性 其中包括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美國短跑運動員 洛瓦·納爾斯 除了新冠病毒之外 中國大陸還爆發了碳嶽病 日前在山東陽谷出現 碳嶽病死亡的感染率病例 在河北石家莊也出現了感染病例 有擴散傳播的跡象 但目前中共正努力封殺陽谷 碳嶽病的消息 還不斷闢謠掩蓋真相 不過中共官方闢謠往往起反作用 網上曝光的消息顯示 山東陽谷縣疫情嚴重 之前我們還和大家報導過 穿白衣防護衣的大白入飯店消毒 8月7日 有人在X平台上公佈了一段影片 題目是河北省石家莊時 也出現了碳嶽病 片中的場景是石家莊某醫院的病房 一個感染碳嶽病的患者 躺在床上 右臂同手有傷口 呈黑色腫脹狀態 畫面中 醫生在詢問員病人的狀態後 對著鏡頭說 這個人發病前胃過牛 因有傷口而感染 雖然病人皮膚上的碳嶽 測試是陰性 但血液就是藥性 講明患者是敗血症類型的碳嶽病 據這位醫生表示 碳嶽進入血液可引起肺嶽病 而肺嶽病作為 接觸性傳染屬於甲類管理 醫生也希望藥物可以將病情控制住 不要發展成肺痰嶽 碳嶽病是否已經在河北流行 目前做無法核實 但河北也是養牛籍大省 排名僅次山東 所以估計也是空多吉少 那麼碳嶽病為何覺得人害怕 又是如何傳播 旅居日本的原北京醫院醫生 黃源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 碳嶽看菌相當頑強 在生存不利的狀況下 會轉為牙包液態 生存在泥土裡草叢動物皮毛 或空氣中很多年 甚至幾十年 一旦攝入牙包 會被啟動分裂 繁殖細胞危害人粗 因為碳嶽很難入自然環境中消除 所以對染病生粗染埋是不夠的 要進行焚燒 通過專門的高溫焚燒溶器焚化 黃源表示 碳嶽病有三大類疫 最常見的是皮膚碳嶽病 佔碳嶽病例的95%以上 碳嶽幹菌由皮膚表面的傷口進入體內 在感染處形成紅色斑診 然後凸起斑塊 水泡或籠包 並潰藥典疫病例中 去潰藥中央 呈黑色壞死 周圍有水腫 如果及時治療 可以用抗生素來控制 皮膚碳嶽病的致死率高達20% 如病人出現菌血症 通常會有高燒 很快會令到休克並死亡 黃源說 消化度碳嶽病是另一個類疫 是因為食入未煮熟的受污染 肉類引起的潛伏期大約3至7天 初期的症狀會有發燒、吐心、吐吐 腹痛或血便、輻射等 如果不立即醫治 可能會導致死亡 中國百姓最缺少的就是 只懲決中共風控言論危害 是有感染的肉類可能在市場上流通 人吃了可能就會引起消化度碳嶽 死亡率很高 如果冷凍過病牛肉的冷庫 消毒不乾淨 也會感染後來存放的牛羊肉 黃源說 最難治療的就是呼吸度碳嶽病 它是吸入碳嶽幹菌、包子所致 潛伏期大約1至3天 初期的病症與病毒性呼吸度感染很相似 症狀由開始的氣短 吐心、喉嚨疼痛 高燒令到呼吸困難 遊客、老莽業、搶購不及時 可能在一天內死亡 呼吸度碳嶽病很恐怖 一旦吸入的包子大於1萬 就可能令到肥碳嶽 出現白血症 死亡率接近100% 所以成為生化武器的絕佳病患 日本731部隊當年就是用碳嶽幹菌做研究的 碳嶽幹菌作為生化武器被世界觸目的事件 是2001年美國碳嶽生物襲擊事件 有22人在接觸了寄來的碳嶽 包子粉末 郵件後感染碳嶽 其中5人死亡 今次山東、楊谷爆發 碳嶽病疫情 感染人數激增 但中共沒有說明感染途徑 山東當地一位居民蔡萍 告訴大紀元 據他聽說 楊谷這次的病牛是由黑龍江拉過來的 回來後死了好幾十隻 最初沒有上報 將肉動起來 後力事大起來了 很多人都說有人感染死亡 才上報調查 黑龍江一直是中國養牛大省 也是碳嶽病多發區 7月3日 黑龍江省疾控中心公佈了碳嶽健康風險提示 在個幾星期的時間內 兩次提醒預防痰嶽病 說明他情況不簡單 其實關於大瘟疫的爆發 古今中外的預言 都同時提到過 例如美國牧師布蘭登在近期 就警告過世界 他在神給他顯示的景象中 看到新病毒大爆發 看到全球將有3億5千天死於這種病毒 而這個即將發生的事情 在幾百年裡從未發生過 類似在十四世紀歐洲黑死病 甚至因為怕感染 連一切人類活動都停止了 但布蘭登說 在這場恐怖的瘟疫中 存活下來的人 都是神的人 都是神簡選的 他們得到神的保護 這些人身體外邊發著光 好像有一層似蜜蜂的物質形成 一個蜜不透風的罩保護著這些人 他們發的光 可以達到他們周圍3英呎左右的地方 我想他說的蜜蜂 一樣的應該是金色光幕 布蘭登看到這些傳流下來的人 身上都有聖結的光罩著 雖然瘟疫武器也想要侵入這些人 但是這些病毒一到這些人身邊就死了 是這些人身上發光的蜂蜜罩 殺死了病毒 神對我說 人需要由本質上改變 才可以得到神的護友 但如果等到瘟疫來坑門的時候 才想起神敢為恥而晚了 無毒有偶的是 劉伯溫在推背途中 也提到過這個可怕病毒 說 35月溫神滿地 89月惡人死盡 路途人死無數 一晚之中死9千 時年8月溫神天降 大地十份人死九份 十度惡人無一寸 勃劫連人民不安 五谷不收 35月溫神下屆 肝熱疾症其特 大多禮無藥能依 無依能吊 意思是說 在接下來的某年的農曆 3、5月之間 將有新一波疫情會降臨 直到該年的農曆8月後結束 這場瘟疫 劉伯溫推背途中說 頭無藥可治 無醫可救 將有十分之九的人死亡 關於大溫疫在高峰期 疫病症狀的表現 五公斤也預言 眼中出血 身中出龍 土中生追 而且紅粉 未人流血死 家家戶戶有追從 道家預言 太上動冤神 就經疫苗述了是 身生惡瘡 蟲賴之病 龍血臭爛 似乎 屆時出現了一種 私人血的病毒追從 它殺傷力無以倫比 而根據五公斤預言所述 這場大溫疫 起起伏伏 將一直持續到 2024甲晨年 大溫疫 在起伏期間出現高峰時 在短期內 對於人類生命毀滅程度劇烈 會令到社會上 亦有可能 只是局部地區的人口急劇銳減 其後效應會造成 兩個特殊的社會慘象 第一個慘象是 五公斤所說的 谷米無人食 五公斤說 米屬五谷無人食 失眠這段無人著 而 陝西太白山樓白溫悲記 亦預言最後大溫疫將是 有飯無人食 有衣無人著的局面 這些悲慘預言 和推背圖第五十象 描述的白米營倉不值錢 完全吻合 第二個慘象是 五公斤所說的 虎狼盡傷人 五公斤說 黃斑 猛虎瑜伽犬 午夜循環鑽 咬人咬豬藥 天下盡損傷 黃狗對對餘家犬 夜夜循環鑽 牛羊食盡化為塵 然後變傷人 其實由相關的預言來看 持續多年的大災難 尤其是最後的大瘟疫 對於人類生命的毀滅程度 慘烈無比 例如 太上動怨 神咒經 亦預言 阻戒 逆鬼殺人 十分殺狗 陷西太白山 留白溫碑記憶說 貧者一萬留一千 負者一萬留二三 關於這場大劫難 五公經亦描述到這期歷史末期是 三萬七千七百年 當末劫 勃結 詹尼更乾坤 聖人 明王將改緩 權坤 道家語言 太上動怨神咒經 說這期歷史末期為劫盡 聖人真君將更生天地 聖經 看事錄 亦明是 創世主神 將一切都更生了 古埃及的托特 語言亦說 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 阿斯克勒比俄斯 這個時候 至高的主神 天上的父 善於一切而存在 造就一切神的創世主 將觀察發生的這一切 祂以至善的意志 殊聖的毅力 在聯世中救度 戒時 祂將向那些誤入祈禱者召喚 讓他們回到正確的道路上 祂將敵政 全世界的罪惡 用洪水沖刷 用烈火燃燒 或者通過戰爭和瘟疫 來將罪孽 消除桌盡 它會被他所創造的世界 恢復到最初的狀態 宇宙亦將再度變得美好 令眾生熟敬 讚嘆 至高的主神創世主 浩瀚宇宙的創造者和灰伏者 將被那個時代的人永遠 敢贊重和崇敬 布蘭燈也在最後多次提到 大慈大悲的神創世主即將來到 在這些不同的預言來看 人類自古就有 末法或末日之說 當人類社會的道德敗壞到 無可救藥的地步 人類就會面臨著毀滅的時刻 而末日的結局 在東西方文化中 都一致地提到了 救世主來拯救世人之說 而救世主是誰 1800年來 人類都在等著它的降臨 由於文化的傳播差異 到了希伯萊文 舊約記載的 尼塞亞就是未來要拯救猶太人的未來神 所以在西方社會的救世主 名稱是尼塞亞 而很多語言的現象 也表明 尼塞亞其實也叫救世主 創世主 東方聖日或萬王之王 而我們也相信 這些堅守良知 站在神的一邊 例如那些退出中共一切邪惡組織 的善良的有福之人 將在東方聖日帶領下 進入到未來的新紀元 請讓我們為這個偉大的時刻 做好準備吧 好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